N卡控制面板 想必不少玩家对它都是既熟悉又陌生 设置的好游戏帧数起飞 设计的不好游戏帧数就摆烂 那如何在种类繁多的设置中 找到最优的设置方案呢 诶巧了 超级客就有 那先不废话 直接来看看设计的结果 这是设置优化前的帧数 这是设置优化后的帧数 看得出来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在这里 超级客就把最佳的设置带给大家 你只需要按照视频步骤一步一步来 保证能让游戏帧率更上一层 那么下面就直奔主题吧 正式开始之前 考虑到大部分玩家都是游戏本用户 所以今天我们就以搭载了 RTX2060移动显卡的游戏本为例 当然如果你是台式机用户 也依旧是可以按照本教程来进行设置的 首先考虑到不少新手玩家还没有安装NV控制面板 所以在这里简单讲解一下 第一种方法可以打开Windows自带的微软商店 直接搜索NVIDIA Control Panel 然后下载安装即可 第二种方法进入NVIDIA官方 找到右上角的驱动程序选项 点击进入之后 输入自己的显卡对应型号 然后搜索并下载即可 当然有时候这种方法会遇到网络卡顿 网页会一直加载不出来 所以进入NVIDIA官网后 也可以点击左上角的产品 或者是页面中的图标进入 之后再点击页面上方的 系统程序选项进行搜索和下载 最后打开文件进行短暂的安装之后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那下面就正式开始 NVIDIA控制面板的优化设置 这里以Win11系统为例 鼠标右键桌面空白处 并找到NVIDIA控制面板 或者在系统任务栏的右下角 找到NVIDIA图标 右键打开NVIDIA控制面板 然后弹出的页面 就是NVIDIA控制面板的 全部选项和设置了 可以看到设置选项总计三个大类 分别是3D设置 显示和视频 首先选中3D设置 点击下方的 通过预览调整图像设置选项 然后在右侧的设置中 点击使用我的优先选择 侧重于 这里如果配置的显卡较高 那么就可以选择质量级别 显卡性能一般 就可以选择平衡级别 显卡性能较弱 则选择性能级别 由于我这里配备的是RTX2060 所以就选用了质量级别 新手用户看到这里就可以了 而之后的进阶设置 则需要将选项 点击至使用高级3D图像设置 再点击页面下的应用即可 然后将页面调整至 配置Surround Physics选项 把Physics处理器调整为NV 这项选项主要是 针对于双显卡低配玩家而言的 单显卡的玩家请无视 设置完成后 同样是点击应用即可 紧接着进入控制面板设置的重头戏 管理3D设置 来到这一步就说明 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 其中管理3D设置中的全局设置 是对于电脑的所有程序进行设置 而程序设置只是对单独一个程序进行设置 所以这里按照自己的需求选择就好 作为演示呢 我们将以全局设置为例 除此之外 由于每个显卡的型号不同 管理3D设置中的具体选项 还会有细微的差别 所以建议大家尽可能的按照后续步骤进行设置 同时在这里有个小小建议 在进行每个选项设置时 最好是拉动右边的进度条 来实现设计选项的切换 而不是直接用鼠标滚轮来操作 这样可以避免错误设置 首先第一个选项 图像增强 目前9系及以上的显卡都是支持的 它能对画面进行锐化 以提高观感清晰度 作用和DLSS的效果神似 例如你的显示器是1080P的 玩游戏时分辨率在1080P以下 那么开启这个选项 显卡就能把游戏的分辨率 拉升至1080P 以变相达到提升游戏帧数的作用 但画面可能会有一丢丢的糊 而最终的结果如下 所以这项要你能接受吗 开启的步骤非常简单 只需要在图像增强的下达菜单中 点击开 并勾选覆盖指示器即可 然后打开GEF中的图像增强 并选择对应的优化即可 但使用这项功能有两个前提条件 首先游戏分辨率需要低于显示器分辨率 第二是游戏需要在全屏模式下运行 而笔记本用户的话 则需要支持独显之链功能 在这里强烈建议玩FPS4的玩家 打开这个选项 能让帧数高的同时 画质也没有什么损失 效果非常不错 接着是QDAI GPUs设置为全部 然后是DSR音速选项 这项设置俗称虚拟分辨率 作用就是将分辨率进行拉升 利用你的显示器最大分辨率是1920x1080 那么将其设置为2X 也就是两倍的DSR后 以全屏模式打开游戏 这时会发现在1920x1080之上 多出了一个更高的分辨率 选中之后就算是真正打开DSR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选项最好是在玩游戏时 发现显卡占用率较低才打开 比如RTX3090Ti显卡搭配1080P显示器 就可以适当调整这个选项 以提高显卡的占用率来拉高帧数 但考虑到绝大多数的玩家还是中配档 所以这个选项建议关闭 而确实想要开启的话 建议勾选2.00X和4.00X两档即可 而之后的DSR平滑度是在设置了DSR因数后 才能够进行设置的 所以这个就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设置即可 OpenGL渲染GPU选项 直接设置为当前使用的GPU即可 三重缓存建议设置为关 接着是DN10模式选项 如果你运行的游戏大多数时间是处在80帧以上的 那么强烈建议打开这个选项 它能够帮助你减少输入延迟 以提高游戏响应 进而提高游戏帧率 而在打开该选项后 我们立马来看看最大帧速率选项 这个选项首先还是建议关闭 除非是想获得更稳定更流畅的游戏体验 那么可以进行设置 例如显示器刷新率是200Hz 就把此选项设置为200FPS 显示器刷新率是144Hz 那么此选项就设置为144FPS 这样设置后游戏的最大帧率就不会超过这个限度 说直白点 该选项就是限制游戏的运行帧率 以达到最舒适的游戏体验 所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设置就好 当然如果你的显示器支持G-Sync技术 那么关闭该选项 直接打开G-Sync功能 也是可以实现这个目的的 往下走的各项异性过滤选项 建议设置为应用程序控制的 垂直同步建议设置为关 多增采样AA 这个也直接建议设置为关 平滑处理FXAA建议设置为关 平滑处理模式建议设置为应用程序控制的 平滑处理灰度纠正建议设置为开 平滑处理透明度建议设置为关 后代应用程序则的增速率建议设置为关 环境光吸收选项 这个直接建议设置为性能 然后是最最最最重要的电源管理模式选项 这个请直接设置为最高性能优先 让显卡满速允许 着色区缓存大小 建议设置为七龙七默认值 纹理过滤三项性优化 建议设置为开 纹理过滤各项液性采样优化 建议设置为开 纹理过滤-LCD便宜 建议设置为允许 纹理过滤质量 建议设置为高性能 线程优化建议设置为自动 虚拟限时可变速率超级采样 建议设置为关 虚拟限时预线的帧数 建议设置为1 首选刷新率建议设置为最高可用 这样设置以后 基本就完成管理3D设置的优化了 然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应用即可 但这还并未损完 我们接着往下看 来到这一步骤 说明NVIDIA控制面板的3D设置 你已经完成优化了 那这里就来看看其中的另一项优化 显示设置 打开下来菜单中可以看到 显示中包含了更改分别率 调整转敏颜色 旋转显示器等多种设置 但这些都是极具个性化的 所以建议选项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 来进行相应的调整 而如果你的显示器支持NVIDIA G-SYNC技术 那么在这里你会发现有专属的设置G-SYNC选项 需要注意一点 它与管理3D设置中的低延时模式选项类似 在这里就直接说结论 如果在运行游戏时都是在144帧以上 那么建议关闭G-SYNC功能 而如果你拥有高配电脑 比如RTX3080,RTX3090 外加240Hz高刷显示器 那么也不建议打开G-SYNC功能 因为它会略微增加输入延迟 让游戏响应变慢 当然如果对这种响应变慢不敏感的玩家 G-SYNC功能开启与否请自行选择 除此之外如果是中低配电脑 那么还是建议打开G-SYNC功能 最后的最后就是笔记本玩家 一定要进行的操作 开启笔记本的新的模式 相信很多玩家也应该知道 但在这里超级客还是要强调一下 首先我们直接打开电脑的控制面板 然后点击当中的电源选项 并在弹出的页面中选择高性能电源计划即可 而如果页面中没有高性能电源计划 那么可以点击左边菜单栏中的创建电源计划 然后再选择高性能 除此UI还有卓越性能模式 这个模式其实和高性能模式没有什么区别 但从名字上来看前者确实要高大上一些 所以为了满足各位的需求心 这里还是教大家如何开启 其实卓越性能模式本身就存在系统之中的 只不过被隐藏了而已 所以这里只需要将其调出来即可 步骤如下 按住键盘上的Windows加R键 在弹窗的运行窗口中输入CMD并确认 这时会弹出Windows PowerShare命令符指令窗口 当然也可以鼠标右键开着菜单栏 找到并点击Windows PowerShare命令符指令 然后在窗口中输入简介栏打好的长窗代码 并点击键盘上的回车键即可 操作之后便可以发现 刚刚的电源选项中卓越性能模式就显示出来了 所以点击大家就行了 这层代码会放在视频的简介栏处 大家可以自行取用 好了以上就是关于AVIDIA控制面板的详细优化设置了 不知道大家学废了没有 不过没学会也没关系 我们也为各位白皮小党直接准备了最终的设置方案 现在已经贴在画面上了 直接暂停查看即可 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个三连多多支持一下超级客 而使用A卡的用户也不用担心 我们将会在之后的视频中 为大家带来同样详细的设计优化 所以请继续保持关注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支持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